首次上稿20.08分更新时间20.22分 记者方志弦高雄报道 温早外宇大学师生寒冬送暖 经举办慈善意卖园游会 师生挖空心思设计摊位 并推出各式一国美食 意卖盈余将捐作工艺 晚间号召数百名师生排成巨大猩猩造型 美人高举手机及小型手电筒 在夜空下闪闪发亮 温早外宇大今年推出近90个副创意摊位 为吸引买气 学生想尽各种花招 从菜色到摊位设计 创意进出 现场有传统台式小吃原住民美食外 东南亚及港澳地区的学生 也摆摊卖起家乡特色美食 温早校长周守明表示 温早从民国57年起举办慈善意卖原油 会迄今今年首度与耶诞燃燃灯礼合并举办慈善意卖原油 会主题是盼望共好喜悦及分享 每个班级也会把意卖所得捐赠慈善单位 为迎接圣诞节 傍晚宇文早操场举办大型燃灯礼活动涌入数百名师生 傍晚五点钟陆续聚集在操场上 活动一开始由学生社团地板舞蹈社 美国热门歌舞社表演炒热现场气氛 随后还有学生管乐社及永安内斯和长团现时 将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 最令全校师生期待的点灯仪式 沿用天主教点燃江灵圈的传统 作为点灯传光的礼仪 由校长周守明带领全体参与人员献上祈祷 并且点亮江灵圈的第二根蜡烛 在倒数中众人排成巨型星星 并且高举手机及小型手电筒 同时也点亮巨型圣诞树